我攥着化验单站在家门口,里面传来的欢声笑语曾让我忘记一切不快,现在却让我避之不及。 但现在我都不敢相信,自己千疼万爱的孩子不是我的亲生骨肉,而一向善解人意的妻子竟然给我戴了十年的绿帽子。 我深吸了口气,打开了门,一进门,女儿安安就冲我跑过来,爸爸,他扑进我的怀里,娇娇软软地靠在我的肩膀上,儿子小诺听声也跑过来,乖巧地叫了声,爸爸,我没有像往常一样将他们抱起来,而是独自进了卧室。 沈慧也跟着进来了,她有些担心道,老公,我和沈慧是校园情侣。 大学毕业后,我就开始创业,沈慧为了成全我的事业,在家当全职太太,十年里我们一直都相互理解,扶持,从没起过争执。 我定定地看着她,口袋里紧紧攥着化验单,心中的愤怒马上就要喷涌而出,想把化验单狠狠地甩在她脸上大声质问,可想起两个孩子天真稚嫩的面孔,又很不下心来。 沈慧伸向我的额头,老公,你脸色怎么这么不好? 生病了吗?我躲过了她的抚摸,眼神闪烁,公司最近有个大单子,有点累了,我借口有事处理躲进书房,将团成一团的化验单再次展开,呆呆地看着上面的字,接着闭上眼睛,眼面低气。 发泄过后,我做了决定,我要离婚。既然决定离婚,首要的就是分割财产。 算着女儿的年纪,沈慧和那个男人一直没断。我可不想自己辛辛苦苦挣下的家业,便宜了别人。 当初沈慧为了家庭主动辞职当家庭主妇,我心里很是感动。 为了给她保障,我将自己的全部身家都给了她。 结婚这么年,家里的钱都是她在管,在弄清楚财产情况之前,我还不能提离婚。 我装作若无其事和往常一样扮演体贴的丈夫,慈爱的父亲,其实已经在暗中开始展开调查。 我先到银行,借口购买理财,调出了银行流水,发现这些年来沈慧将家里的存款秘密转移。 如果我此时跟她提离婚,那么这些年的积蓄我一分钱都拿不到,看来沈慧早就打算跟我离婚了。 这些年都是我在外面打拼养家,想让我一无所有的净身出户,我绝对不会让他们得逞。 我在家里和沈慧的车里安了窃听器和监控,果然等我出门后,他们就等不及私会。 宝贝,想我了吗?听着这个声音,我好似被人当头一击,这个声音属于我的堂弟江测。 沈慧微称,你那么猴急干嘛?江景才刚走,你就赶来,嘿嘿,江测满不在乎地说,那又怎么样? 那,反正他也不会怀疑我,我身体微颤,这些天来我想过很多种可能。 但我怎么都没想到,背叛我的是我的亲堂弟。 江测父母早逝,一直寄养在我们家,我将他看作亲生手足,在公司给他安排工作,在同一个小区给他买房子, 沈慧还笑话我是伏地魔,可他是怎么回报我的? 一股怒气涌入胸膛,我下车就往家里走,监听耳机里都是他们亲密的声音,我加快脚步,很快就到了家门口,掏出钥匙,就在钥匙即将插入锁孔的时候,耳机里传来的声音让我动作一顿。 你下午要出门,下午要和江景去医院看望婆婆,正好也带孩子们一起去,江测冷哼一声,那个老太婆竟然到现在还没死,也是出乎意料了, 沈慧似乎很是担忧,问,那怎么办? 当初你说他年纪大摔下楼梯,肯定活不久了,可没想到他能活到现在,万一哪天清醒了,把我们推他下楼的事告诉江景,那我们就完了,江测安慰道,没事的,你别担心。 谁让那个老太婆看破了我们的事,这些年他都昏迷着,想来也不会突然就醒,一股寒意从脚底升起,我一直以为母亲是意外摔倒,才昏迷至今的,没想到是撞破了他们的丑事,才受到迫害。 江测从小和我一起长大,母亲对他也十分疼爱,还有沈慧,母亲将他当作亲生女儿一般照顾,他们竟然能下得去手。 我气得直哆嗦,手里的钥匙没拿稳,落在水泥地上,发出清脆的响声。 谁? 门外有人,耳机里传来惊呼声,我捡起钥匙,闪身躲进了楼道里堆砌杂物的小隔间,从杂物缝隙里观察着。 江测先推开门探头出来,当发现楼道里没人时,彻底打开房门走了出来,而沈慧紧跟其后。 会不会你听错了?沈慧问道。 江测摇摇头,还在四处打亮着,他慢慢向前走,很快就走到了杂物前。 我平住呼吸,一动不动,只要江测再往前走几步,就能看见我了。 没事,说不定是邻居,他没有向前,转身关上了门。 我深深吸了一口气,在杂物间等了好一会儿,才慢慢出来。 进屋之后,他们显然没了之前的兴致。 江测向沈慧说着他们的计划,他们做了这么多,就是想谋夺我的财产。 一开始是想得到老家房子的拆迁款,后来是见我公司日益壮大,想要将公司据为己有。 江测阴狠狠狠地说,现在他妈重伤昏迷,孩子还小,只要江景出事,她的财产就都会落到你手上。 最近公司有个大客户,等谈成这笔单子,江景就没什么活着的必要了。 可沈慧迟疑,可杀人毕竟是重罪,谁说我要杀他了,这世上可有的是意外,他安慰道。 你不用多想,我会处理。 江景要是不死,你我永远见不得光,还有安安和小诺。 难道你想,他们一直叫江景爸爸,可是他对孩子是真心的,江测不屑道,那是因为他以为孩子是他亲生的,要是他知道真相,还不知会做出什么。 再说了,那老太婆万一醒了怎么办,沈慧沉默一会儿,轻声道,都听你的,放心吧,我们一家人以后一定会好好在一起。 我在车里整整坐了一下午,抽了无数根烟,想了无数计划,最终停在一个方案上,他们害了母亲,还想害我,那就别怪我用最恶毒的方式反击了。 我要让他们付出代价,追悔莫及,整理好情绪,我打给了死党田亮。 景哥,怎么这么有空给我电话,我需要你帮个忙,我先去花店买了树花,装作什么都不知道送给沈慧。 都老夫老妻了,还送花干什么,最近公司比较忙,都没顾得上陪你,还要你照顾妈,等忙过这一阵,咱们带着孩子出去度假。 沈慧点点头,眼神闪过一丝复杂,我装作看不见,也许在她心里,等忙过这一阵,我就是个死人了。 说实话,这些年我自认为对沈慧和孩子不错,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背叛我,不过,在她伙同江测谋害我妈后,我和她的夫妻情分就到头了。 哦,晚上亮子给我介绍了客户,在丽景阁,我得和阿策去一趟,回来的晚,你别等我了,丽景阁,沈慧提高嗓门,我听说那就是一个打着高级会所名号的银窝,你们去那能谈什么生意,我无奈道,这不是陪客户吗? 你放心,我绝对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我举手保证,我谈完就马上回来,你要是不信的话,可以打视频查岗,沈慧勉强同意了,转身继续收拾。 我确实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但,江测就不一定了,晚上,我到了丽景阁,江测已经到了,正在陪客户喝酒。 这些日子,江测对业务上的事一直很殷勤,我还以为他是想为我减轻压力。 现在我知道了,他只不过想混个脸熟,等我将来死了,能更好地接手公司。 我挂着笑容,陪醉道,不好意思,来晚了,我举起酒杯,我自罚三杯,酒桌上的气氛逐渐热烈,会所老板申安辞道,便给我们带了许多姑娘进来。 一些衣冠瓶兽开始露出本性,开始对陪酒的小姐上下其手。 我一直暗中观察江测,发现她的眼神一直粘一个红衣女郎身上。 那红衣女郎身经百战,自然感觉到了。 坐在江测旁边,一个劲儿地挑逗。 我拿出手机拍了几张自拍,模糊了其他人的面目,装作不经意露出正在和红衣女郎调情的江测,发给沈惠报备。 果然,江测的手机开始不停震动。 我猜是沈惠不敢给她打电话,只能发消息。 江测置之不理,沈惠今晚是睡不好了。 看火候差不多了,我推开想要靠近的女郎,起身告辞。 我向江测使了个眼色,对着客户说,李老板,既然我们的事已经谈妥了,那我就不打扰了。 你玩得开心,李老板最熏熏地揽住我的肩膀,嘟囔道,急什么。 你也挑一个,我连连摆手,不不不,家里太太管得严。 哎,老江啊,你这个人哪都好,就是剧内,李老板松开了我,我招呼江测出来。 他却说,哥,要不我留下来陪他们,你看他们都喝醉了,总得有人送他们回去。 我心里暗讽,他们这样的好色之徒还舍得回去吗? 这种高级会所怎么会没地儿睡? 我面上丝毫不露,那好,你安顿好他们就赶紧回家休息,这不是什么正经地方。 江测点点头,准备转身回去。 阿测,我意味深长道,听哥的话,千万别在这儿久留,我的眼神指向屋里那些乌烟瘴气的男人。 江测毫不在意,知道了,哥。 你放心,我不会像他们一样的,那就好。 江测,可别让我失望。 我躲在暗处,看见那些老板搂着女人一个个坐上电梯,而江测和红衣女郎走在最后。 他嘴角擒着笑,眼神迷离,与红衣女郎调笑着,仿佛很习惯这种事。 我不知道沈慧和江测是怎么开始的,要是他知道他付出一切爱的男人是一个喜欢调娼的人渣,该做何感想呢? 我悄悄跟在他们身后,看见他们相拥进了419房间,然后拨打了报警电话。 喂,警察吗? 我是朝阳群众,我举报有人在丽景阁嫖娼,就在四楼,做完这一切,我回到家里。 沈慧果然还没睡。 老婆,怎么还没睡,她有些惊慌。 哦,我这不是等你吗?生意都谈妥了吗? 我换下西装,装作疲惫的样子,差不多了。 阿策留在那儿帮我善后,怎么能让她留在那儿,沈慧大叫,后又觉自己失态。 我的意思是,那种地方不好多待,她自己要留下,我有什么办法? 我装作无奈,阿策不是小孩了,不能再像以前一样管她了。 说起来,阿策也只不过比我小两岁,却还不肯成家。 我今天看她对一个陪酒小姐颇感兴趣,看来得赶快介绍对象了。 你有空也帮她介绍介绍,沈慧待在原地。 我,老婆,你怎么了?她一下子回过神过,心虚道,啊,我知道了,你也别担心,我嘱咐过阿策了,她不会干不该干的事,沈慧心事重重躺在我身边,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女人就是这样,越解释就会越怀疑。 丁铃铃电话响起,喂,请问是江测家属吗? 我是,这里是南河街派出所,你弟弟江测嫖娼被我们抓了,需要你马上过来。 什么,我立马坐起来,沈慧也紧张地看着我,我马上过去,我起床穿衣,沈慧问,江测怎么了? 说是嫖娼让警察给抓了,你在家看好孩子,我去看看。 不,沈慧兼声道,我也去,在去的路上,一边开车,一边安抚沈慧,应该没事,阿策只是送他们回去,警察应该是抓错人了,到时候解释清楚就没事了。 沈慧沉着脸一言不发,钻到发白的手指泄露了她的心情。 一进派出所,就看见一屋子衣冠不整的男男女女在做笔录。 江测就坐在他们中间,看见我们过来,眼神闪过不自然。 沈慧立马冲了上去,拿包开始砸她,脱口而出,你到底在做什么? 你这么做对得起,老婆,我即使打断,可不能让他们这个时候露线。 沈慧自知失言,退到一边,恶狠狠地瞪着江测。 我对警察说,警察同志,这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我弟弟不可能调娼的,误会,那警察眼中满不屑。 这位先生,你弟弟是在床上被我们捉到的,证据确凿,桌间在床,那画面一定足够相艳。 旁边的江测低着头,而沈慧的眼睛里都快冒火了,只是在竭力忍耐。 我看着他们这个样子,心里还是止不住地痛快。 证据确凿,完全没有辩解的余地。 江测将面临五天的拘留。 离开警局后,沈慧脸色铁青地坐在车上。 而我装作痛心疾首,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坐在车上猛锤方向盘。 阿测为什么不听我的话? 他大学就因为嫖娼差点被抓,为什么总是屡教不改? 其实江测上大学时的感情经历我是一无所知的。 但他现在又不在,还不是随我怎么说。 再说了,江测一个嫖娼的男人,我就不信这些年他干干净净地只守着沈慧一个女人。 我就是要打破他们的联盟。 女人都是感情动物,只要信任撕破了一点口子, 那么以前未宣之与口的怀疑和猜测就会变成事实全部涌上来,将这道口子变得越来越大。 他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嫖娼,沈慧颤声道,我一副破罐子破摔的样子,没错。 他一直都有这个习惯,我看着沈慧的脸,握住他的手,惊慌道, 老婆,你别生气,我不是故意瞒你的,我故作懊恼,是阿策。 他说,要是让你知道会看不起他,所以我才,沈慧眼神空洞,身体微微颤抖。 我自顾自地说,你说阿策,我让他找个正经女朋友,他也不找,偏偏喜欢那种女人。 江策和我都是大学期间认识的沈慧,那天听他们谈话,我就猜测他们大学时就已经暗度陈仓了。 如果江策是因为这些年孤单一人,一不小心犯错,沈慧还有原谅她的可能,可若是从一开始这段感情就充满了背叛与欺骗,那沈慧绝对忍耐不了。 我看着沈慧阴暗晦涩的表情,觉得火候差不多了,便驱车离去。 从前,我就是对他们太信任了,以至于他们赶在我眼皮子底下耍花样。 现在回想起来,他们俩的眼神,动作多有不妥之处,只是我曾经被所谓的亲情和爱情迷了眼,才未曾发觉。 现在,我要做的是打破他们的利益联盟。 他们的联盟看似坚硬,一个把持住公司,一个把持住家里,只要我死,就能顺理成章拥有我的一切,可彼此之间根本没有约束力,只要有了裂缝,就能逐个击破。 这些天,沈慧白天装作若无其事,晚上却偷偷躲在浴室里偷偷哭。 而我不管是对她,还是对孩子,都比以前更温柔体贴,体贴到沈慧每次看我的眼神,都透着歉意。 其实,看见安安和小诺对我亲昵的样子,我心中也有一丝愧疚。 毕竟我在做的事是针对他们的亲生父母,就算他们不是我亲生的,却也不该为大人的恩怨买单,可我要做的事注定会对他们造成伤害。 五天很快过去,我和沈慧去接江测出狱。 江测走出来时,表情阴暗,满脸胡渣,完全没了以前的义气风发。 她看见我和沈慧,脚步顿了顿。 我主动上前抱住了她,像一个纵容孩子犯错的家长一样。 阿测,出来就好,出来就好。 江测勉强笑了笑,我拍了拍她的肩膀,突然发现她的领子下面有一个口红印,应该是她在里面没来得及打理。 我不动声色地将她的领子向下拉了拉,口红印就愈加明显了。 我将她拉到沈慧面前,这些天我和你嫂子都担心死了。 走,我们先去吃饭,江测冲她点点头,轻声道,嫂子,沈慧没有答应,眼神死死聚焦在一处。 显然,她也发现了那个口红印。 接着,她转身上车,大力摔上了车门。 我装作吓了一跳的样子,小声捏如道,惠惠这是怎么了?我招呼江测上车,很快就到了餐厅。 饭桌上的气氛异常沉默。 我主动开口,缓解气氛。 听说李老板他们也被放出来了。 哎,这是闹的,沈慧阴阳怪气,像李老板这样,有家眷还敢乱搞的。 只关五天,真是便宜她了,江测大概是不想和她吵架,所以忍耐。 可有时候,沉默并不能减缓矛盾,反而会火上浇油。 沈慧看江测不说话,更觉得自己受了委屈,越说越来劲,她的声音拉得老长。 阿测,幸亏你没孩子,否则孩子有个喜欢嫖娼的父亲得丢人呀。 说完,沈慧故意向我身上靠,幸亏我们阿景不一样,从来不做对不起家庭的事,我小声劝阻,努力做着和事老。 可沈慧完全不领情,还给我夹菜,做出一副恩爱的模样。 终于,江测忍不住了。 她将筷子重重摔在桌上,挑着没反击,嫂子说得对,看来我是要成个家了,有了老婆孩子还能收点心,沈慧顿时语色。 我惊喜道,真的吗?阿测,你真的想成家了,江测一脸挑衅,语气加重。 哥,就麻烦你和嫂子帮我长长眼了,我大喜过望。 好好好,我开始向江测介绍合适的结婚对象,而沈慧几乎一言不发。 我知道当一个女人彻底不闹时,就是失望透顶了。 这些天,我一边给江测介绍对象,一边观察她和沈慧的情况。 他们没有私下见面,都堵着一口气,想要对方低头。 沈慧是觉得江测辜负了她,给她磕头请罪都不为过。 而江测则是认为自己不过是犯了所有男人都会犯的错误,沈慧就是得理不饶人。 而亲密的关系往往就是这样慢慢冷下来的。 给江测介绍对象,也有了新的进展,本来她就是敷衍了事,可在我的精心安排下,她渐渐上心了。 那人叫杜嘉,是个留学回来的金融白领,学识渊博,谈吐大方,又知情识趣,很快就和江测打得火热。 据我的观察,他们已经同居了。 而我依旧扮演二十四孝好丈夫,努力填补沈慧的伤心。 老婆,过来喝汤了,沈慧走过来,微惊道,这个特别费时间,怎么想起做这个了,我给她盛了一碗,这不是看你最近精神不济,想给你补补吗? 快尝尝,和以前一样不一样,沈慧神色复杂,接过去,真好喝,跟以前一模一样。 以前沈慧体寒,我到处求医问药,才得到这个十步方子,每天提前微好,捧着一个小陶罐等在宿舍楼下,才慢慢调理过来的。 沈慧大概是想起了,以前我对她好,眼睛慢慢红了。 我赶紧把她搂在怀里,老婆,怎么哭了,是不是我哪里做得不好? 她回报住我,不是,是你做得太好了。 感觉我配不上,我刮了刮她的鼻子,说什么傻话,正好我最近有空,可以多陪陪你,免得你老实瞎想,公司最近不忙吗? 我一边收拾碗筷一边说,这不是阿策那个女朋友刚跳槽过来吗? 公司的事他们会帮我处理,我自然就能多陪陪你了。 沈慧的脸色一下子垮下来,这些日子我没少说江策和杜佳谈恋爱的事,沈慧自然认为江策要和她一刀两断。 她沉默了一会,提醒道,阿景,公司的事还是不要假手于他人吧,万一出了事,沈慧提醒得很隐晦,看来沈慧心里天平已经慢慢偏向我了。 我毫不在意,没事,阿策就和我亲弟弟一样,沈慧看我不在意,急了,你可别掉以轻心,就算阿策靠得住,她那个女朋友可不一定。 我依旧不以为然,听说她们都有结婚的打算了,以后没准都是一家人,沈慧听完更急了,一个劲的要我对公司多上心,特别是财务上,可得一定得注意。 我要的就是她这句话,财务一直都是江策管的,没个理由还真不好细查。 第二天,我一到公司就派秘书去颁账本,江策急匆匆地赶来,哥,怎么突然要查账,我假装无奈,贪贪手,吐槽道,还不是你嫂子,非要我查公司的账。 你也知道,家里的财政大权都在她手上,我不敢不查,放心,我特意找了会计事务所,不会耽误工作的,我一脸坦然,也就是走个过场,你的账我有什么不放心的,江策无法阻止,只能离去。 我悄悄跟在她后面,她一脸严肃地拿着电话,一接通就劈头盖脸地质问,你是不是疯了? 怎么能让江景查公司的账,要是被发现我们挪钱的事怎么办? 她一开口就是指责,沈慧正在气头上,奸声道,查账怎么了? 你和那个狐狸精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这么怕查账? 江策下意识反驳。 这关佳佳什么事? 怎么能扯到她头上,她这一维护,沈慧更失控了。 我戴着监听耳机,听着沈慧在家里抓狂的声音,觉得十分刺耳。 最后的结果,当然是两人不欢而散了。 我躲到角落里,看着江策负气离去的背影,给杜家发了条消息,可以开始下一步计划了。 杜家是我安排的,白领,财女的人设也是我们事先约定好的。 她实际上就是一个专业的女骗子,用感情骗取钱财。 为了把她找来,我先是付了一大笔钱,后来又承诺她更多的酬劳。 杜家这人之所以这么猖狂,是因为背靠高利贷公司,常常骗人去贷款并从中抽成,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有人保她。 我们约定,她帮我搞垮江策,我将公司送给背后的放贷集团。 这样的代价有些大,可以想到躺在病床上的母亲和曾经的欺骗背叛,就觉得一切都值得。 江策瞒着沈惠在账上做了不少手脚,而为了表示我对江策的信任,这次查账后续我特意让杜家负责,杜家自然会把她引上一条不归路。 果然,江策为了弥补亏空,开始积极联系沈惠,冲沈惠痛哭流涕地承认错误,说自己是一时糊涂,和杜家在一起只是逢场作戏。 沈惠虽还是心存芥蒂,但毕竟有之前的感情,很快沉迷于江策的公事。 我特意给他们制造机会,在睡过几次后,沈惠又对江策死心塌地了。 我一点都没意外,沈惠本质就是一个意志力薄弱,只会依附男人的人,会因我的温柔呵护而动摇,也会因江策的花言巧语而改变。 毕竟江策是两个孩子的亲生父亲,在他心里更可靠一些。 江策从沈惠那里骗来了之前的秘密资金,再加上借高利贷,弥补了亏空。 他一面跟沈惠暧昧不清,一面跟杜家畅想未来。 这个杜家手段了得,既能为江策出谋划策,又能满足他的大男子主义,比沈惠这个家庭主妇强多了。 从目前的情况看,江策还是相信杜家多一些,私下和他做了很多计划。 我不禁为沈惠不值,都为江策生了两个孩子了,可江策规划的未来丝毫没有他的位置。 查账这件事,毕竟是下了江策的面子,所以我提议聚餐,江策也带着杜家赋宴了。 估计是江策提前安抚过沈惠了,江策和杜家的亲密动作,他都视而不见。 可我知道,他们之间早已有了裂痕,虽然因为利益和好,但裂痕依然在,只要再有一计重锤,信任就会完全坍塌。 我看着江策和杜家密里调油的样子,调笑道,准备什么时候结婚? 我看向江策,你也老大不小了,该定下来了。 这个问题完全在江策意料之外,可杜家正一脸稀迹地看着他,他只能搪塞道,结婚还早,要不,先订婚吧。 杜家嘟着嘴,显然是不满意,江策只能把他抱在怀里哄。 我装作喝茶,眼角余光贴向沈惠,他没有表情,但死死攥着手里的勺子,显然在极力忍耐。 杜家扬起头向江策所吻,江策无法拒绝,只得亲上去。 沈惠将勺子扔在桌上,打断了两人的亲热,冷声道,现在小姑娘都这么不检点了吗? 杜家完全不怕。 嫂子,现在已经是新社会了,没想到你还这么古板。 你,我看情况不妙,便给江策识眼色,分别去哄自己老婆。 沈惠根本不需要我哄,过了一会儿,自己就冷静了。 可杜家不一样,他正要求亲亲抱抱,就差距高高了。 沈惠冷眼看着杜家向江策撒娇的样子,身体微微颤抖,可面上什么也没露出来。 我看着他明明气到爆炸,却只能拼命忍耐的样子,心里是止不住的痛快。 那段时间的煎熬和痛苦,我统统都会还给你们。 饭后,我知道江策肯定会找机会将沈惠哄回来。 我当然要给他们制造机会,借口和朋友谈项目送沈惠回家后,洋装离去,实则躲在楼下监听。 江策果然驱车到来,他一进门,沈惠就哭嚎起来。 你这个王八蛋,我为你付出了那么多,孩子都给你生了两个,你就这么对我,女人撒起泼来,什么解释都听不进去,江策艰难应付着,不是都跟你说了,逢场作戏而已,这样的解释沈惠早就不信了。 他冷声道,好,让我相信你可以,但必须立马跟那个杜家分手,你们在干什么,一道尖锐的声音闯入。 杜家登场,好戏上演。 杜家站在楼道里,声音都是回声。 江策反应过来,连忙将他拉进来。 家家,你先进来,别让外人听见了,说着关上了门。 你们干出这么不要脸的事,还怕被别人听。 我就说,刚才你们的反应就很不对,原来你们早就勾搭在一起了。 没错,情敌上门挑衅。 沈惠怎么能忍,我和江策大学时就好上了,他不过是利用你而已,还真把自己当跟聪了,杜家也不甘示弱。 冷哼一声,真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背着自己的老公和他的堂弟搞在一起,还生了孩子,竟然也有脸,这里阵阵有词。 要是江大哥知道,不知该怎么对你,这句话直戳沈惠的痛处,他向杜家扑去,两个人扭打起来。 我看着监视画面里,两个女人互抓着对方的头发,谁也不放,而江策在旁边手足无措,不知道该帮谁。 江策,你在旁边看什么? 还不来帮我,沈惠嚎道。 阿策,快来帮我,你不是说我是你最爱的人吗?江策左右为难,最终还是选择了度假。 沈惠简直不可置信,他扑过去抓住江策的领子,大声质问,我为你做了这么多,你竟然这么对我,江策不耐烦地推开他。 你能不能换个说法,每次都是这一套,我看江景对你和孩子挺好,你就安心和他过吧。 我要和佳佳在一起,度假顺势说,阿策,你对我真好,你放心,你们的事我也不会往外说的。 沈惠威胁道,江策,你别忘了,江策根本不怕,我的做的事装装件件你都参与了, 多想想孩子,沈惠贪坐在地上,看着江策和度假相拥离去的背影。 男男道,不可能,你不能这么对我。 你不能这么对我,女人通常想通过往日的付出打动男性, 但实际上男人只会觉得厌烦,江策大概早就想抛弃沈惠了吧。 另一边,度假顶着一脸伤痕上了我的车。 怎么样?戏演得不错吧,我递了张纸巾过去,让你受罪了,无妨,交易而已。 江策现在和沈惠闹掰了,你死了,财产就都是沈惠的, 他短时间不会想着害你了,放贷那边也在进行着。 我说,其实我也是为了自保,你放心,只要他们受到应有的惩罚,答应你的不会少。 没了沈惠,江策自然要找新路子在我这儿搞钱。 江策苦着一张脸找我,哥,你可要帮帮我。 家家在父母面前吹牛说,我是公司的法人,整个公司都我的,杜家撅着嘴,也不能怪我。 我要是不把你夸上天,我爸妈怎么会同意见你? 他们拜托我做一场戏,先将法人变更,等婚礼过后再变过来。 我自然知道他们的意图,先把公司骗到手,等我没有利用价值后,可以随时踢我出局。 面对两人的恳求,我先是为难了好几天,后来好不容易同意,又叮嘱他们千万不要告诉沈惠。 在我的配合下,江策的计划正顺利进行,这些天沈惠总是神神叨叨。 看人总是恶狠狠的,看来受得打击不轻。 而江策和杜家也紧锣密鼓地筹备着订婚仪式。 我故意将他们的情侣罩带回家刺激审惠,老婆你看,阿策和佳佳多般配啊。 这次的订婚仪式别提有多盛大了,佳佳家境不错,会来许多有头有脸的大人物, 照片上幸福的笑容刺痛了沈惠,她一下子抱起,将相框扔在地上,使劲踩着, 照片上的笑容顿时变得面目全非。 我过去抱住浑身颤抖的沈惠,老婆,你怎么了? 疯狂过后,沈惠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冷静。 她一把推开我,面色冰冷地说, 我想静静,一个因爱生恨的女人有多可怕, 曾经的爱恋和甜蜜都会转化成恶意和狠毒。 某部著名的电视剧说过, 女人为了复仇,什么都做得出来。 而江策,马上就要体会到了,江策订婚的日子很快到来。 我和沈惠一早就到了会场布置。 我一直观察着沈惠的神情,发现她并无不妥, 整个人都散发着一种温柔和善的气息。 她尽心尽力地布置会场, 安排宾客,像一个女主人一样把会场变成她喜欢的样子。 我预感不好,干脆离她远远的。 一阵轻柔的音乐响起,仪式正式开始。 江策和杜佳穿着礼服走到舞台中央, 按照流程江策要当众向杜佳求婚。 江策单膝跪地。 深情地看着杜佳,手伸进口袋, 却脸色一变,在身上不停摸索着。 她的求婚戒指找不到了, 就在这混乱的时刻, 沈慧款款上台。 你是在这找这个吗? 沈慧举起手, 终止赫然是那枚戒指。 江策脸色大变, 扑过去想要抢, 被她躲开。 你曾经答应我, 要和我结婚的你忘了吗? 此话一出,满场哗然。 我为了你付出了那么多, 你却抛弃我, 还和别的女人一起羞辱我。 既然你不仁, 就别怪我不义, 我走上前去, 质问道, 你们背着我做了什么, 沈慧神情悲凉。 阿景, 是我对不起你, 台下众人都在窃窃私语, 指指点点, 杜佳受不了这种羞辱, 将捧花扔在江策身上跑了。 江策想追, 沈慧却拉住她, 和她扭打起来。 我看着他们狗咬狗的样子, 向台下使了个眼色。 幕布缓缓落下, 上面两人的亲密照片正在播放, 同时一段音频缓缓流出, 那个老太婆竟然到现在还没死, 也是出乎意料了, 那怎么办? 当初你说她年纪大摔下楼梯, 肯定活不久了, 可没想到她能活到现在。 万一哪天清醒了, 把我们推她下楼的事告诉江景, 那我们就完了, 曾经做过的坏事被当众揭穿, 两人吓得瘫坐在地上。 江策指着我哆嗦道, 你早就知道了, 而沈慧才反映过来, 出轨和杀人未遂 可完全不是一回事。 就算因出轨婚姻破裂, 也不过是离婚, 她拿着我全部身家, 怎么也过不差, 所以才敢当众揭破, 可杀人未遂那可是要坐牢的, 她爬过来抓住我的裤脚, 神情七七, 阿景, 我真的知错了, 看在两个孩子的份上, 我弯下腰将她的手掰开, 将DNA鉴定证书狠狠摔在她脸上, 阴沉道, 孩子究竟是谁的? 你还要再骗吗? 江策冷眼看着这一切, 她使男人想问题更加全面, 此时的她完全没了一开始的慌乱。 你早就知道了我们的事, 却一直隐忍不发, 是为什么? 她分析道, 录音是偷露的, 不能作为证据, 除了这份录音你什么都没有, 不然早就有警察来抓我们了, 没错, 我现在手里的确没有像样的证据, 我的沉默已经让江策彻底明白, 她缓缓起身, 顺便也把沈慧拉起来, 大哥, 做弟弟的事对不起你, 可你也没办法不是吗? 说完, 搂着沈慧扬长而去, 江策敢公开撕破脸, 无非是以为我没有利用价值了。 趁这段时间, 我和沈慧迅速办理离婚, 她也是清醒过来了, 家里的钱都赚了出去, 只给我留下了一个空房子, 在离婚的第二天, 人事经理就通知我去公司拿我的私人物品, 江策就坐在我曾经的位置, 趾高气扬地将我的东西扔在一边, 而沈慧就在一旁默默地看, 可门外的慌乱打破了他们的得意, 一群带大金链子飙行大汉闯了进来, 粗着嗓门喊道, 江策呢? 叫江策出来, 江策赶紧出去陪笑, 王哥, 你怎么来了? 少啰嗦, 你的欠款逾期了, 赶紧还钱, 江策笑道, 好说好说, 王哥, 你看现在这家公司都是我的, 绝不会欠你的钱, 那大汉面色稍缓了缓, 江策到一边给杜家打电话, 杜家当然不会接, 他这个时候, 应该拿着江策所有的积蓄, 坐上去夏威夷度假的飞机了, 江策联系不到度假, 便叫财务用公司的钱还账, 财务被那几个大汉吓到了, 哆嗦道, 今天早上, 家姐拿着您的硬件, 将所有的钱都提走了呀, 这句话平地惊雷, 沈会一下子扑上钱, 那我的钱呢? 我的钱呢? 你说过, 我的钱一定不会有事的, 你为什么交给那个狐狸精, 江策不管省会, 走到大汉面前, 搓着手笑道, 王哥, 钱能不能再宽限几天, 你看我这公司, 要不了多久, 就会有新的进账, 那大汉和杜家是一伙的, 早知道江策的情况。 他将烟踩在脚下, 狠狠地说, 既然没钱, 兄弟们, 开始砸。 没一会儿, 公司一片狼藉, 大汉临走时, 对缩在角落里的江策说, 两天之内, 你要是不还钱, 下次砸的可就不是公司了, 江策此时面如死灰, 他辛苦筹划的一切, 终于在彻底得到的那天, 全部失去了。 我蹲在他面前, 从最高处摔下来的感觉如何, 江策眼底星红, 杜家是你安排的, 还不算太笨吗, 就是晚了点, 我站起身, 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我的确没有证据证明, 是你们害了我母亲, 但这并不代表, 我拿你们没办法, 听说高利贷公司的催债手段五花八门, 这才不过是刚刚开始, 你们终于要彻底滚出我的生活了, 我搬着箱子走出公司, 拐弯进了一栋小楼, 死党田亮早就在那等我, 这是我卖掉房子租的新办公楼, 之前的客户也都怜悯我的遭遇, 纷纷追了过来, 有客户, 有挚友, 我很快就能东山再起, 搬好公司之后, 我去沈会的爸妈家看了两个孩子, 孩子还不知道大人的恩怨, 像以前一样, 一个劲地缠着我, 我将一张银行卡交给沈会的父母, 让他们收好以后给孩子用, 两位老人自觉对不住我, 怎么也不肯收, 收着吧, 这是我作为父亲最后能做的事了, 以后我也不会再来了, 我将去追寻另一番天地了, 我将去追寻另一番天地了,